我们期待着跟柳妍的合作 那么今天就是合作的机会到了 这么好 今天唱也唱了 跳也跳了 说也说了 我们想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柳妍 那么接下来要搞一个情景剧来玩一下 你愿意吗 我特别愿意 哎呀 还等什么我们开始 日子过得真快是吧 对啊 不过 我们都结婚一周年了 我都不敢相信 是真的吗 当然了 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你说什么都不能外出了 你这一年飞来飞去的没什么时间陪我 有人敲门了吧 瞧着谁啊 小姨我可干着你了 你知道吗 我说你外上 我知道 你还记得吗 别忙 别忙进门 我跟你说清楚了 那什么 我是被逼无奈 离家出走 走成乌鲁 我只能上你这儿待会儿 谁来了 一礼拜没 谁 我外上 这 我爸在你这儿呢 哎 哎呦 不是 这 这是 这是 上这儿来了 这是你姨父 这是外上是吧 是我姨父 你看 我们俩长多像啊 怎么可能像呢 你 那个照片 看着没有 你当时要高考 没来参加我们婚礼 你怎么连照片也不看一下 这孩子很可爱啊 我想看 就像我爸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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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什么啊 这是你小姨 我小姨 我是你大姨父 大姨父 小姨父啊 小姨父啊 小姨父 今天是结婚一周年纪念日 是 对 那 本来说好了 那挺好的 就一起 咱一块儿庆祝一块儿庆祝 进入我爸爸跟我小姨结婚以后 什么话在这 坐在这儿吧 找我找你 这是李麦你好 怎么长得跟我儿子似的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 怎么说也是一家的亲戚 有人敲门 你去开门吧 来麒麟你坐着 还认识我 你好你好你好 家里来个胖子 饭熟了吗 什么客人 进门就问吃饭的 饭熟 饭在哪里 别着急 您是男主人吗 不是不是 你好你好 胖子胖子 这个跟您说一声 您是谁啊 那出房在哪 这是我们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的邻居 有人在院子里能碰着的那种 这是我老公 这是我老公老郭 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隔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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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实他是 您到我们家有事吗 我没有带家门钥匙 没带家门钥匙啊 但是又到了饭点了 那你还不上饭店去吃饭 不是 远远不如近邻嘛 近邻不如对门 你到那边去 今天是我跟老郭的结婚今天日 我们不在家开火 我们是出去吃的 我可以坐 没事没事 对门箱里有什么 对门箱在哪 对门箱在哪里 你先坐一会儿 先坐一会儿吧 待会儿咱们再杀了 招爱你的 招他招 都是你开什么门呀 你让我开的门啊 他那陌生人 陌生人就不要和他说话 不能开门嘛 但问题是 他敲咱们家门 那你就 我不管了 怎么又来人了 您是女主人在家吗 女主 你还记得我吗 这个是谁啊 这这我初中同学 我们有好多年没见了 哎小四 是吧 哎小四 你过得还好吗 我挺好的 你呢 我还那样 你等会儿 这人是谁啊 我初中同学 他是我们班长 可帅可帅了 全班女生都迷他那时候 初中同学到现在还有联系 而且他进来这个状态 你等会儿 听说 你别要死了 你怎么回事 听说 你说什么说 你干嘛 我听说他结婚了 我来看看 就结婚一年了 是 那个你先就在 哦 就是 哎 我在这儿 辛苦了 也不用感想 不是很理想过的 哎呀 都这么大 哎呀 我说你这么大 你把他伤害 哎呀 我告诉你 我心里要拔两拔两 我知道当年的事情了 你等我说完了 哎呀 我告诉你 我想着我难受 我心里别 你自己先说了 我更难受 你听我说 哎呀 他怎么回事 我找他坐会儿 我跟你说话 他不是我初中同学 初中同学 怎么到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那时候 全班女生都喜欢他 我也是其中一个 你代表的全班女生啊 都都喜欢他 你看他那个样 你瞧瞧那个母样 你瞧瞧 他戴眼镜可斯文了 斯文败类 你知道吗 你看还不是我外甥呢 小四儿 我是我是您的儿子 坏了 你先 你先看门 我跟老同学聊聊天 哎 小四儿 你中学同学又来了 进来进来进来 哎呀哎呀 怎么 你找谁啊 你又不理我了 找谁 坏了 你来公司了 我都没听明白 你认识他吗 他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小孩 叫小变 什么名字 正经是叫这名字了吗 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他不要我了 谁不要你了 他不爱我了 谁不爱你了 你这儿呢 我都不爱你 我最了 因为我寂寞 比我还惨呢 我寂寞 有谁来安慰我 学位唱得不错过来吧 哎呀 让妈妈抛弃了 小变你怎么了 你坐一会儿 你坐着你坐着啊 你你坐着慢慢地哭 哎你过来 我闻点事啊 这个你的交际面够广的 对对对 连碎鬼都往家里啊 他他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感情上有什么问题 不是他感情问题跟咱们有一毛钱关系吗 我 你看你往家领的这个 除了那孩子还好看一点啊 这三友人不是什么 这不 我 你给我说清楚了 这刚一年你就闹这么热闹 都要是到结婚的时候这屋里边不就 到了吗 关我什么事啊 这么到了吗 哎呦 你坐电梯上了 我跟你说 谁说话呢 成里人 成里人的楼子那么高的 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你别开门了 成里人 好几层高 好几层高 不是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家坐402 一敲门就有 一敲门 他说电 我没告诉别人 我们今天周年纪念日 我没请客人来 你没说 你没说 再起来不 有没有演 没人 没人 但是我说 我就门开了 门呢 我听谁这么近的 门呢 你这有什么冤枉 你慢慢说 你这盗状来了 谁呀 这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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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妹 不认得我了 这家里怎么来唱 二人乱的了 你门就老妹 我你姐夫 啊 姐夫啊 咋的 你这么惊讶呀 喂 你有姐姐吗 我六岁的时候才见过她 她现在长脸了 我认不出来 什么长脸啊 这叫男大十八变 这 啥呀 我多少年没见过她了 我给妹妹打电话了 我给妹妹打电话了 没告诉你吗 你认识她吗 我认识 她叫什么名字 小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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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看了多大芽 小芽 小芽 我说哪个是妹夫啊 这几个哪个像啊 都 哎 哪个像啊 姐夫 姐夫 这是我爸跟小芽 这是我老公 这是我老公 我冰箱在哪儿 找个啥样的不好 找这样的呢 她父太 你们家人真不会说话 什么样子 赶紧上炕啊 坐哪儿 她坐整个桌啊 这儿有 上炕啊 这儿有 来来来 妹夫眼力尖不怎么样 我跟你说 哦 不会揍人呐 我问你点事啊 别臭血 这里边有你外甥 有你初中同学 有你姐夫 有你们单位同事 是吧 还有你们街坊来蹭饭的 是吧 就刚刚结婚一周年就闹成这么热闹是吧 你觉得这个日子还有必要过下去吗 你一天到晚出差 我全看了她们 那也不用找帮忙的 她们就有时候跟我聊个天都当我知心大姐 当知心大姐 对 你看这几个有一个是正经人吗 尤其你这姐夫枪毙三回都不知道 那我就巧了 我读 我读 结婚一周年 反正我们家这么多亲戚你也没见过 你就当一个人给个红包打发他们呗 你说的倒是挺轻松 也不费多的钱 一人给个红包就好了是吧 哎呀 哎太好了 红包装多少钱呢 哎 反正你在外面挣钱也不辛苦 就一万一个呗 你怎么这么挣钱不辛苦 我有钱我也不能这么胡糟啊 都是自己家里人呗 我看这儿吧这个日子也没法过了 这些人就看你那个外申还不错 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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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等着儿吧 跟你说实话 其实这是我儿子 那是什么 哎 走了 哎 红包 我搅和吧 大家好 怎么这样的 我家都没瞎了 也没饭吃着玩到 谢谢 我特别愿意在节目里边来熟人 能够聊得很开心 你觉得不是好玩吗 特别好玩 今天你也唱了歌了 你也跳了舞了 你也演了戏了 下次再来的时候 你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 我就希望下次呢 再来的时候就是 可以来宣传 我跟郭德纲老师主演的《季工传》 对 我是那个最厉害的女鬼 大家记住女鬼留言 我们谢谢留言 希望你常来常往 谢谢 谢谢 谢谢